又创到 又掉下来 那第三支箭又拿起来 又射 一样的 在半空中动 掉下来 这个弟子 他吓了一跳 他说哎呀 糟糕了 这不行了 这个师父哪一支金箭 再射过了 他就死了 天下第二神箭就 就叮叮 就会死掉 他赶快跪下来 师父对不起 这个是我突然间心里 产生一种骄傲的心 这样子 用箭射师父 这是很失礼的 现在忏悔 痛哭流涕 师父就摸摸他的头 不要紧的 因为每个人都差不多这样 好摸摸他的头 说不要紧了 算了 因为人心难测的 事实上人心都难测 像怎么可以测呢 这个 我讲这个的意思 就是讲 那么以后的这个师父 都有留一手的 留一手干什么 但等徒弟不好的时候 用这一手 每一个师父都留一手 留到现在 都成了这个 都变成绝招了 就是说他都留一手 事实上当师父的 我的师父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不怕外人 外人怎么样子 都是不要紧的 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弟子 那我的师父怎么样子呢 他就是 跟所有的人讲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考核这个弟子 非常的严 弟子只要有一点过错 他就把他记录他的过错 你换了什么错 换了什么错 我马上忏悔 换了三条错 就请你走路 所以他到现在 弟子就很少 因为每个弟子都被赶走了 都弄错 人哪里没有错的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要找真正的弟子 很困难 很难的 所以讲说 按照我们现在人在讲 这个 人的一生当中 只要有一个自己 或两个自己 已经很够的了 很贴心的自己 已经一个两个 已经很够的了 很难找得到你 完全能够推心直腹的 真正能够肝胆相造 推心直腹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能够找到 你的自己的话 那就是非常庆幸的 人都是会变的 这个是无常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一到提伯达多 那是一个无常 耶和华 造了天使长路西 是个无常 密勒日巴 碰到诺琼巴 是一个无常 耶稣 碰到犹大 是一个无常 都是他的最大的门徒 都是他的大弟子 所以这个都是无常 我们想想看 要观察一个人 是不容易的 所以有一句话讲 画骨 画脾 难画骨 画福 画脾 难画骨 知人 知面 不知心的 他表面上 就是这个样子 那里面的心理想 是什么 你就不知道 所以按照这个密教里面 藏地的师父 他是讲 观察 这个弟子 要观察三年 弟子 也要观察 师父 也要观察三年 彼此之间互相观察 又要看你做梦 做的是什么梦 又要看你头发 头的是怎么样子 其实 还是不够的 还是不够的 因为人是会变的 我记得看过一本书 他上面写的 有一对九十几岁的 这个夫妇 到法院去 他们要申请离婚 结婚了六十几年 已经结婚六十几年 那法官问他 他们 你们已经结婚了六十几年 为什么要离婚 你们都已经 都夫妻六十几年了 他们讲说 连一天 现在连一天都无法忍受 现在看到脸 就讨厌了 一天都没有办法忍受 还是要离婚 那个法官本身来讲起来 就是心理上 也有一种想法 这是一个盐 盐分 六十年相处都很好的 但是呢 真正没有盐的时候 缓目成仇 那一种严重性 不得了的 师尊曾经知道的 有一对夫妇 非常绵满的 听说从来没有吵过架 听说从来连一句 这个比较重的话都没有讲 现在呢 无常 我告诉你 老伯的这个床底下 敞一把刀 变成 夜夜磨刀的女人 夜夜磨刀的女人 干什么 我看了你 吓了她的先生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是什么 这是无常 这是盐 当盐分尽的时候 再怎么样子相处 再怎么样子好的时候 好盐变恶盐 多得很 善盐变恶盐 多得很 所以师父跟弟子之间 也是一样的 所以信佛的人 师尊行农 你刚开始信佛很虔诚 好虔诚 人家一日一修 你一日实修 修实谈法 有时候也没有用的 到了有一天 你没有言的时候 你根本不修了 这个不能保持长言 师父跟弟子之间的言 有的时候是短 有的长 有的先善言 以后变恶言 有的先恶言 以后变善言 有的是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佛弟子跟流水一样 跟水一样的流 哪里是有特殊的 他就流到哪里去 所以大家不要怪说 奇怪 生活中的这个上师 怎么有的 这样子的上师 有的是这样子的法师 有的是这样子的弟子 不可以怪的 因为是变来变弃的 因为是变来变弃的